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在花三年 三三天 天文永信 日在劫 祈求彼他 勇吉祥 我們這個利他價值的實現 我舉了三項來說明 那第一項就是我們 易經風水學的弘揚跟愛心團的服務 我們自從開辦了易經大學 弘揚易經風水的學習 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 師父還利用共修的時間 以念佛 以共修獎金來安定大眾的心 勉勵大家在這個 要認知自己居住的環境就是我們的洪水 還要來保護環境 那麼第二項就是說 我們在921震災以後 成立了維新淨土愛心團 我們對這個無條件的實施勘採跟服務 當初服務了一百多所的學校 還有三千多戶的住宅的規劃 將易經的這個新法 我們落實應用在當下 那一直到現在我們的愛心團還是繼續在服務 那麼第二項 我們在這個功德基金會之下 我們還成立了世界海外 這個華人及台商的服務 我們提升了台商在世界各地的競爭力 比如說2004年成立了世界海外華人養鮮班 我們將洪水的廟花 弘揚到世界各僑居地 然後這個為世界和平來做最基本的努力 那在同年我們還成立了台商服務聯社 然後對台商做規劃做建議 用易經風水廟花來改善不順的經營 來投資河谷等等的問題 那輔導全球各台商的事業轉為為安 那我們的華僑遍佈全世界 那在全世界各地都能夠平安 都能夠事業發達 那麼我們這個華就能夠傳揚的出去 那麼第三項就是 的例子就是隨時生產孝災化解 這是利他利人天 那麼我們宗族婚宴禪師 他每逢天下世界有災難人禍之際 他就會依法帶領門下弟子 然後做出利他利人天依宗教的華儀來生產其安 那麼我這邊舉了六七個例子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就第一個 譬如說第一個 最早的1986年的大陸大興安寧化生火災 這個火災他會影響到世界各地的這個氣候 老祖開始用吉門燉甲把它消災化解 那第二個在921震災 在921震災的前三天 老祖開始會有災難 我們也是在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就是千瓦禪堂 不是就是這個彌陀講堂 點了一千盞白書有燈 然後師父講經 假如說阿彌陀經 然後送這個阿彌陀佛號 然後一直三天以後的指食 發生了台灣的一個大地震 921震災 雖然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已經把震災降到最低的程度 第三個例子就是 我們在2003年的SARS 那個時候我們也是公送了這個 藥室禁三萬六千部 然後在這個我們的和平中塔之下 做這個奇安 都水到7月中止的天文 那麼在2006年這個臭氧層 破洞造成了這個聖嬰的危機 那我們也是送了64萬部的天德經 還有阿彌陀經20萬部的功德 那這個我們也把它補天圓滿 那麼在2009年 這個我們發現天坑地洞 特別是長江三峽大坝周圍 那2010年老祖指示 我們公送地母真經120萬部 我們終於把它圓滿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再發生過 那麼在2011年9月老祖開始 這個地球上還有兩座火火山 待機爆發 那這個一爆發 這個全世界也是受到特別的災難 好 好 再來我們也是做 似乎也是深潭 也是有深潭來化解 這個 2011年 深潭 送鬼谷縣事天的 近36萬部 然後 在美國黃石公園 發生6到7級的大地震 然後最後終於把這個 能量釋放出來 化解黃石公園的這個火山危機 那麼在去年 我們在日本富士山的火火山 也被我們的天性廟年池也把它化解了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維新中利他利人天價值的實踐 也是行善跟關懷的 洪法是優質的永續的 以中華文化道童的品德教育 最終的目標就是在成就維新淨土 那麼第四 第四段 我舉了兩個例子 就是液晶洪水學的學習跟服務 那這個液晶洪水學因為本人 這個自從學習了液晶洪水學妙華以後 就利用這個專業的知識來服務了不少大眾 那麼我舉了兩個例子 那我在2009年在台中道場 就有一個信眾 他是帶了他就是來問華 來擎華 他的一個自閉的兒子18年了 那他說他到我們台中道場來 是第70個道場 全台萬省都沒有 他70個道場 他之前都沒有辦法解決 來到這邊他是姑且四字的心態 那我幫他做一個沾掛 還有以風水法則來調整他的家庭 然後再做一個沾掛 然後發現他的祖先牌位不如華 然後來幫他重新安排 這個請他參加我們的這個法會 就是阿彌陀佛聖誕法會 然後再幫他重新安排他的神位 結果 當初我也沒有很有信心 結果兩個月以後他回來告訴我說 他的小孩子已經走出來了 已經可以自己去工作了 而且還每個月都還能夠拿個 一萬多塊的薪水回來給他 這個真是 這個真是很很很很好的這個印證 然後這個老祖的法真的這麼說用無窮 他這個就是盡孝道的法 四法四節 那麼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傳授這個祈福相案 我們有一個 我有一個同學 高中的同學 他有一個女兒排大研究所畢業 然後到我的學校來做了一個代課老師 他告訴我說 他女兒已經參加三年的教師真事都沒有通過 他問我有沒有什麼方法 那麼我也是傳授他這個祈福相案的法門 他說他沒有拜神 沒有神桌 我說沒關係 你在客廳找個清靜的位置 寫個佛字 你就可以開始來做 結果後來他真的考上了 他很高興跑到仙佛寺來 來感謝老祖 那麼還有我台中道場 有一個這個學院 那他這個太太 已經年紀已經快四五十歲 他想要到學校的一個 一個廚工的技工的職位 他說有什麼方法 能夠讓他成為正式的廚工 那也是用祈福相案開始擺 後來他告訴我說 欸 考上了 變成正式的公務人員 然後雖然是技工的職位 那後來他自己 對這個就非常有信心 他兒子想要考國立的研究所 那他就開始兩個月前就開始 一直擺祈福相案 擺到這個考完試以後 還再繼續的擺 本來是國立的 是被取第四名 想說沒有機會了 到最後 真的就是讓他 讓他地補上去了 所以這個他 他現在已經唸到這個第十九屆 他就說他要為老祖 來這個服務更多的眾生這樣 那麼最後我做一個總結 我們黃針織教授在維新中 中華民族 中華文化道統這本書裡面 他說到 他說這個人 他說這個人是孔子的思想的核心 他是用在人際關係上 來說就是愛民 就是 最後就是衍生出中、孝 中、素、孝、體 這些等等的內在倫理的觀念 那麼這個孔子他是以人為自己的一貫之道 那這個人就是生生 天地之道在生 人生之道在人 孔子他就是以這個人為中心的倫理道德 那孔子他在五十歲的時候 他又替《易經》做了十篇論述 我們就叫戰役 那他做春秋 他講學著作 所以這個孔子的儒家 是我們中華文化的傳承 他是非常的偉大 那我們現在講品德教育 並不是說要復古儒家的這個教條 但是我們也不否認中華文化傳統 這些既有的貢獻 那目前 目前社會 目前我們的社會正面臨諸多的挑戰跟多元價值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儒家思想的價值 來使每個人都成為品德教育的這個實踐的主體 還有這個台灣這些宗教 信心宗教蓬勃發展 那我們微信中也要盡了一份人文社會教育的責任跟義務 我們的教育就是 易經的風水學的學習是專業知識的應用跟關懷 還有我們的這個利他價值的實踐 我們的這個學習跟服務 這是我們微信中易經大學的人文社會教育 也是易經風水學的學習服務 現在正在往微信淨土資的目標往前進 那麼我的報告大概都就是到次 我的參考資料就是這些 報告完畢 謝謝各位進行指教 有關這個品德教育 它能用處 也就是我們微信中 我們的宗族 最重要的就是要養賢器材 證明欲多高尚其助天下大平 這種目標也是我們的理想 能夠把以前孔子我們這個論理道德 就是想說最重要教育還是與人 人愛的人為本 包括校地中信 理樂毅力為基礎 能夠融合在我們平常的生活中 大家學習 真正有品德的人 假設社會上或是一個國家 他的人沒品沒德的話 那社會一定大亂 所以我們這個品德教育非常重要 能夠把它參考出來 也是同時把我們做八卦 全對李俊勝 跟我們的原來固有的道德文化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把它就認識出來 所以我們更瞭解到 我們學習易經風水這個新法 真正的就是要利他的工作 也是利他的服務 所以我們在世界海外 成立那個台上服務 幫助所有需要的人 我們在國內也是倡導大家來學易經 能夠使大家家家平安 當然說 同時天下太平 所以我們難得聽到他 能夠把易經 跟我們的原來的文化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就八德 來參數 使我們大家都了解到 我們要成就為新政府的人文觀 但重點還是在品德交易 也就是他能夠認識很好 我們謝謝他再次的鼓掌 我們第二位 就請 研議法師 來參數 維新世界的五官論文 維新賢數的道德觀 以易經六十四官的第三千來論述 我們鼓掌 好 師父 好 師父 然後 主持人 袁同禪師 所有的法師 講師 還有在座的各位同修 早安 阿彌陀佛 昨天晚上十一點才回到新竹 趕這個講稿趕到兩點半 六點鐘起來 一直想睡 那我們的師姐 海玲就給我喝了咖啡 喝了咖啡 現在心寂 所以現在 我可能會念都念都會起螺絲 還請各位多多包涵 因為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千 那今天我講的 維新賢士道德觀裡面 最主要是在講千 那整個內容分成前沿 第二部分是 閒事的道德界定 第三是 維新賢士 第三千的道德觀 那這裡我又把它分成兩個子題 一個是 易經新法道德觀 另外一個是 第三千的道德觀 那最後呢是結論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先看看前沿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研究 維新賢士為對象的道德觀 因為隨著師父 從民國七十二年 發下為國修道 為民祈福 天下太平的本願之後 於民國九十年 創立維新中 民國九十九年 創立維新聖教 隨著這個歲月的流轉 我們所立的功 行的德 越來越多 對社會的影響力 也就越來越大 世人對我們維新聖教的期望 與要求也越來越高 因為獲得賢士果位的同修 在世人的眼光中 他的行為 舉止 是否合宜 都代表著本宗門的形象 所以 就進一步的研究 維新賢士 應具備最基礎的道德觀與行為 嚴格來講 維新賢士 是社會上 體系中 終身教育的一環 由於本宗門的話 是以鬼谷先師 王禪老祖為教主 以天地為師 法天地運行的法則 從中華文化 易經風水為起點 融合儒世道 以及百家思想與易如 自新於心靈的升華 修立他 行立他 並以促進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為目標 文心中 品德教育 變成是五官中 相當重要的一環 那 我們就以這個 道德觀來講 應該如何養成 周易裡面說 關乎人文 以畫成天下 說明了品德教育中的一個畫的過程 那怎麼畫 積極的做 就可以縮短畫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用對的方法 做對的事情 那這裡面呢 包括誦經 懺悔 服務 等等 我就不再細說 第二 唯心賢士道德的界定 中國呢 將才德兼備的人 稱為唯心賢士 佛學大師 南淮錦 曾經將中華文化中的賢人 賢士與聖人呢 跟佛法中的佛陀和菩薩 做了一個概念性的比對 他說 中國文化把修養 知識 道德 都到了最高點的 稱為聖人 差一點 還在修行道路上的 就稱為賢士 那佛法的話呢 就分得更清楚 他說 我們在修行菩薩道上 分成52個次第 那其中的話呢 初學者 必須要有10個次第 那之後呢 就進入三賢的國位 那賢士 就是走在修行菩薩道上的行者 除了具備有才德之外 同時具有利他的胸襟 也就是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達而達人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的胸懷 第三 唯心賢士道德界定 我們把它分成第一 是唯心心法裡面的道德觀 跟隨師傅30年 個人覺得 唯心賢士的道德界定 就是中華文化中的 禮 義 廉 此 那什麼是禮 也就是 非禮勿事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也就是總統蔣公所說的 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也就是正正當當的行為 連就是清清白白的辨別 此就是 確確實實的覺悟 由禮義連此 展開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 八德之道 所以 修八德 必須 立從本心 無心者 無法修德 按照師父所指示我們的 時時 反省 懺悔 實踐 就能夠 改善自己的命運 那也因為我們的言行舉止 合乎 威夷 自然就能為 社會大眾 所接近 所讚嘆 也就是成就我們的 唯心聖教 那至於如何反省 我們可以依照佛陀 所開示我們的 也是師父 一再開示我們的 八正道去行 而我授課的班級 以及學員 我則希望他們 每天晚上呢 都能夠送念 憨山大師的 醒世文 做內觀 那這個憨山大師的 醒世文 也就是在 我的師兄 袁超 往生之後 我內心中的一個震撼 現在我請 大家跟我一起 把憨山大師 醒世文 為大家呢 讀誦一遍 好 紅塵白浪 兩茫茫 忍辱柔和 是廟方 隨緣 言隨月 終身安分度時光 休將自己心甜媚 莫把他人 過失陽 謹慎應酬 無懊惱 奈凡做事好商量 從來應奴全先斷 每見鋼刀口一傷 惹禍子音 閒口舌 遭遷多為狠心腸 是非不必真人我 彼此 彼此何須論短長 世事由來多缺陷 換驅焉得 免無常 痴些虧處 緣無愛 退讓三分也無妨 春日才看陽柳綠 秋風又見菊花黃 榮華中世三驚夢 富貴環桐九月霜 老病死生誰替得 酸甜苦辣至成當 人眾巧妓誇靈力 天智從容定主張 殘取貪稱爭地獄 公平正職集天堂 色陰相眾生仙死 禪為斯多命找亡 一記養生平衛閃 兩宗和氣二成湯 生前枉費心千萬 死後空此守一雙 悲歡離合遭遭鬧 富貴窮通日日盲 修得真強來鬥勝 百年魂氏戲文場 傾客一身裸骨歇 不知何處是家鄉 謝謝大家 我想呢能夠按照這個 憨山大師的省事文 隨時的去觀照 保持覺知 那所作所為 必然合乎人道 合乎天道 也合乎師父 所提醒大家的修行 那這樣一來 能夠修身 就能夠齊家 自然能夠治國 以及平天下 當然就能夠達到 師父王禪老祖的本願 天下太平 那時宗師父 大師父 也會寫 在這裏 我寫 第一次 在這裏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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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